由于台湾解隔离标准相对严格 所以曾经有确诊的患者 最高纪录被隔离超过80天 考量到患者的身心状态 还有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最新的解隔离指引 未来确诊患者只要检验两次 CT值大于等于34 或者一次裁剪阴性 一次CT值大于等于34 外加症状缓解至少三天 且距离发病日10天 达到这三种条件 就可以解除隔离 不用再等到二采因 指挥中心表示 数据显示只要CT值大于等于34 就不具有传染力 但并不是所有染疫者都适用 像是入境旅客 如果裁剪CT值在标准值35以下 还是算确诊 得依规定隔离 直到医师判定才能出院 一人一室隔离病房 尽管干净舒适 但国内解隔离标准相对严格 曾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一隔离就超过80天 难免被关到崩溃 考量患者身心状态 还有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公布最新解隔离指引 未来患者不一定要等到二采因 只要两次检验CT值 大于等于34 或是一次采检阴性 一次CT值34以上 外加症状缓解超过三天 并且距离发病日10天以上 条件都达标就可解除隔离 大概CT值大于等于34或33以上 就不会再有传染力 在专家会议里面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经过这个流程之后 那指挥官也做最后的决定 虽然解隔离标准放宽 但可不是所有染疫者都适用 以入境旅客为例 在入境裁检时测得CT值34 还是算在我国确诊标准内 会被认定为确诊 得依照规定隔离 直到医师判定达到解隔离标准 才能拿到出院门票 34以上的我们当作是确诊 那进到医院 那就是要一个保障型 刚开始可以病毒被我们侦测到的时候 CT值大概也会是比较偏高的 那随着隔一两天两三天以后 说不定他的病毒量越来越多 CT值反而会变成下降 那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 还是要符合刚才讲的这些条件 新智上路防疫成效如何外界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